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发生爆炸 包括伊朗弹道导弹专家哈桑穆加达姆在内的17人身亡 美国《洛杉矶时报》4号报道说 这就是西方国家针对伊朗的一场变相战争 接连的意外加深了伊朗对西方国家的猜疑 美国媒体报道说 在与伊朗玩猫追老鼠的游戏的同时 西方国家一直名皇后地高举另一件武器 制裁 国际原子能机构指责伊朗曾试图发展核武器的报告 引发了新一轮制裁高潮 也点燃了伊朗人的怒火 11月29号 签名伊朗学生冲击英国驻伊朗使馆 再次为西方采取强硬措施提供了口识 12月1号 欧盟和美国相继宣布加大对伊朗制裁 矛头直指伊朗经济命脉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则使得以色列更加虎视眈眈 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1号说 以方不排除军事手段 而且可能不会事先通知有关国家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警告称 以色列将在必要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 来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一名西方情报官员称 伊朗领导层非常担心伊朗 可能成为以色列或美国突然军事袭击的目标 因此正采取任何可能的防备措施 上周末 伊朗宣称成功击落一架美军RQ-170无人侦察机 美国国防部和北约则仅证实有无人机失踪 均否认已被伊朗击落的消息 分析人士指出 无论真相如何 伊朗此时爆出这一消息 恐怕别有深意 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四国的英文首字母 可以组合为英文单词基础 因此被称为基础四国 基础四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即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大幅度减少碳排放 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转让低碳技术 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 每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 制定适宜的减排指标和具体实施步骤 欧盟日前宣布了对这次气候变化大会的期许 也就是希望大会为2012年之后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 确定路线图和实施期限 只有大会确定了这一路线图 欧盟才有可能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与此同时 欧盟还强调未来达成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协议 应该覆盖所有主要经济体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俄罗斯 以及日本等非欧盟发达国家 由于在地图上的连线形状像一把伞 因此被称为伞形集团 同时也蕴含地球环境保护伞的美好寓意 然而散型集团在承担减排指标方面 却有推却责任之嫌 这次德班会议前夕 澳大利亚 日本 俄罗斯和加拿大 都已经明确地表示 拒绝延长京都议定书 美国也声称 不会就京都议定书问题 与各方进行磋商 这就为今年的气候谈判 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沿海低洼的小岛屿国家 是全球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的直接受害国 甚至面临着国土被淹没的威胁 因此小岛国联盟 一直强烈呼吁国际社会 采取切实行动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加大减排力度 中非 加鹏 玻利维亚 智利等国组成的雨林国家联盟 主要呼吁保护雨林生态 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乱砍乱伐 建议气候变化大会上 增加关于减少源自毁林 森林退化排放的讨论 提出一旦旭方签署了协议 阿盟终止叙利亚成员资格 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等决定 应该废止 同时向联合国秘书长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各个成员国进行通报 阿拉比当天证实 叙利亚同意有条件地 签署派遣观察团的协议 但是阿拉比表示 对叙利亚的制裁并不会终止 直到阿盟部长及委员会 就此提出新的立场 部分叙利亚反对派的人士就认为 一再修改协议 显示出叙利亚政府诚意不足 拖延时间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路透社的报道说 爆炸已经导致了48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 今天就表示 在这样重要的宗教节日 发生如此恶劣的恐怖袭击事件 还是第一次 塔利班已经否认 对袭击事件负责 路透社报道说 有迹象显示 这是一起针对什叶派 发动的袭击 自塔利班倒台之后 大规模的教派冲突 还鲜有发生 此外 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 和南部城市赶塔哈 今天也发生了袭击事件 造成了四位平民死亡 多人受伤 路透社报道说 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刚刚落幕 便接连发生了袭击事件 这表明阿富汗的局势 仍然非常的严峻 重建工作 任重而道远 标普对这一做法 给出的解释是 最近数周来 欧元区遭受的 系统性压力增大 以致压力施加到 整个欧元区的信用状况 标普认为 欧元区信贷日趋紧缩 即便是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 也遭遇借贷成本上升的不利状况 恶化的经济形势 甚至可能令整个欧元区 明年陷入衰退 标普给出的另一个理由是 欧元区政策制定者 在如何应对眼下的 市场信息危机方面 存在分歧 欧元区成员就远期经济 金融和财政等问题 难有共识 列入负面评级观察名单的 15个国家中 包括德国和法国 6个3A级最高主权信用评级国家 标普警告 如果现有问题得不到解决 可能下调德国 荷兰 芬兰 卢森堡和奥地利 主权信用评级一个级别 下调法国等两个级别 未被负面观察的 两个欧元区国家 塞浦路斯和希腊 一个已经评估为 前景展望负面 一个已经降至 主权信用评级最低 降无可降 新一轮欧盟领导人峰会 将于12月8号到9号举行 分析人士称 标普选在此次 发布规模空前的警告 用意非常明显 就是要给欧洲领导人施加压力 逼欧洲出重手 解救危机重重的欧元区 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 标普在此时 做出降级警告 可能会进一步 加深市场对欧债问题的忧虑 从而进一步提高 意大利等国的借贷成本 将欧元区 向崩溃边缘 又推进了一步 被检测出放射性色的 是850克装的明治STEP奶粉 在NHK东京街头 进行的随机访问中 婴儿家长纷纷表示担忧 据NHK报道 日本厚生劳动省 也已介入调查此事 这是核电站事故后 首次从奶粉中检测出色 据报道 日本政府规定的奶粉 暂定标准上限是 每千克200贝格勒尔 根据此项标准 这次明治奶粉的检测结果 并未超标 但有意见指出 婴儿比成人更容易受到 放射性物质的影响 日本厚生劳动省 也已经决定 将于近期为婴儿食品 设定不同的标准 明治公司称 检测出色的是在奶粉灌底部 保持气味2012年10月3号至6号 即21号至24号的奶粉 这些奶粉均为 祺域县春日布式的明治工厂生产 公司称 可能是在对原料进行干燥处理时 混入了大气中的色 据悉 用于制成原料奶粉的牛奶 是在福岛核电站事故 发生前生产的 明治公司称 溶于热水后 色的活度将降至3到4倍 可以认为对健康不会造成影响 但愿意通过更换商品 来消除消费者的疑虑 明治在日本国内的奶粉 销售市场占有率达到 约40% 为业内第一 据悉 明治STEP 已出口至香港 越南等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